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早为你安排好了一切 该啥样就啥样了 二 金钱 身外之物 撑不着饿不死就得了 大不了他吃好的 我吃咸菜 一样管饱 无非是他穿好的 我穿差的 照样暖和 三 地位 那东西跟我根本扯不上 他做他的达官贵人 我做我的贫民百姓 像小品里说的 最终的归宿 不都是那个小匣子吗 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只要合法 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口袋没钱不丢人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 千万别干 四 婚姻 破锅自有破锅盖 啥人自有啥人爱 当初坚定地要嫁他 娶他 就一定有嫁他 娶他的理由 现在嘛 闭只眼 对他的不能容忍 也要视而不见 睁一只眼 看看他身上仅存的可怜的闪光点 人无完人嘛 五 家庭 几个不和谐的音符 被巧妙地凑到一块 没准能奏出一场优美的乐章 那看你怎么欣赏了 反正演奏者是乐在其中 六 朋友 想离开你的 不必抢求 求回来的也许是一个小人 真正交心的 也不用天天打电话联系 只要对方有事 一声招呼随叫随到 两肋插刀就OK了 七 孩子 是上帝次给你的一张存单 当然不是你的账户 密码也未知 你就只管往里存 什么时候可以取出来享受 那得看他的主人了 别指望就当奉献了 爸 父母 他们是为我立账户的人 虽然他们没想要收回成本 但现在也该是我们家 被奉还的时候了 也许直到他们离我远去 都还是还不清呀 人生再是不过百年 学会让自己开心 周围的人也就都心平气和了 回头看看我开车还有骑车的 我骑车还有走路的 我走路还有猪拐的 我猪拐还有没腿的 我没腿还有没命的呢 最后送朋友们开心一生的四个字 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 这个词描述的 还真的非常形象又生动 知道我们有一双脚 还可以走路 当然是值得开心的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